能讓我抱緊嗎?能讓我慧解嗎?能讓我靠緊嗎? 再不太一看 給你的開放 勇敢的 和面對吹苦的 明日會守漢就如笑話 其實一開始寫這首歌是因為自己在家寫這首曲的時候 就在想想有一個主題 今次這首歌是說什麼 然後就開始上網看一些新聞 就看到很多欺凌的新聞出現了 然後又慢慢發覺其實是有很多這些新聞 超多 但又沒有很多人去正視這個題目 在動物的世界 鹿是最善良的 就想形容鼻蝦的同學或朋友是很善良的 所以就說了鹿角少年 灰狼很想去妒忌鹿角 那他就會去欺負他 因為他沒有那樣東西 所以就想去欺負他 其實也想搶他的角 其實也是想說一些欺凌人的心態 除了欺負一些軟弱的人之外 有時候可能欺負一些欺負一些人 可能是因為他們想得到那樣東西 但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辦法得到 所以他們才會選擇去欺負對方 其實這首歌不是想給一個解決方法 給一些欺負的人 因為其實解決方法 這首歌是不能告訴你 就是要自己去想方法去解決 可能你的解決方法是 告訴老師聽 告訴爸爸媽媽聽 或者你夠勇氣 你自己去吻合你的欺負你的人 去面對面跟他講這件事 正視這個問題 但是唯獨是希望在我音樂裏面做到的 就是希望聽的人 可以感受到一份溫亂和陪伴 其實有時候 雖然幫不了你解決問題 但是希望可以陪伴你 支撐著你去面對你們面對的問題 因為這首歌 想用一個故事的形式去表達出來 希望那個說服力 如果我的出現 如果出現在那個音樂裏面 怕會影響那個故事的故事 所以導演就很有想法 找了周寧去做演員 去呈現這個音樂裏面 其實這個故事想告訴大家 是 大家在音樂裏面開始會看到 周寧很軟弱 被人欺負 被人欺負 但到後面 他會選擇令自己變強 然後用他的方式去傷害其他人 傷害其他人 那其實是一個 很多人都會用這個 覺得這是一個唯一的出路 但其實不是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音樂裏面 告訴大家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法 剛才有說到 你可以 有些人會選擇 很愚蠢地選擇傷害自己 戒手 有很多傷殘自己的手法 有些人就會像周寧這樣選擇 去傷害別人 去平衡自己的心理 但其實還有一些方法 可能是 自己正面一點去面對 可是這會是 有夠大 CNEC 系統 T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